上一堂我们介绍了电功率 如果这个框框代表是一个电器 左边是电位比较高的 右边是电位比较低的 用AB来代表 那么有ΔT的时间里面 有ΔQ的电量 从A端流到B端 就是说这个ΔQ 在A端的时候 能量比较高 跑到B端 电位比较低的地方 能量就比较低 那么它的电 它的能量就有一个降低 降低的能量就是ΔQ 乘上VA 减到ΔQ乘上VB 就等于VAB乘上ΔQ 那么这个能量 被时间来除 就是单位时间所做的工 或者单位时间 它所消耗的能量 那么这个就叫做电功率 那么把这个式子被ΔT来除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变 这里就等于VAB乘上I 所以以后这个式子是在任何状况之下 我们都可以应用的 只要是一个电器 不管你什么电器 它A端跟B端的电压 如果是VAB 流过这个电器的电流是I的话 那么这个电功率就是VAB乘上I 那么电功率的单位是瓦特 一个瓦特就等于一个V乘上A 就是福特安培 或者叫福安 就是这两个的导出量 那么现在我们就分别谈一谈 几种状况的电功率 第一个我们谈的是 纯电阻气的电功率 纯电阻气就是这样的 一个电阻气 它有电阻R 如果它两端的电压 是VAB的话 经过这个电阻的电流是I的话 那么我们就知道 P就是功率 电功率等于VAB乘上I 那么我们把这个 欧姆定律带进去 VAB等于IR就可以变成这个 或者是变成这样子的东西 那么电功率 我们说这个时候呢 电流把功率带到这个 电流经过这个电阻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电阻 电阻气输入一个电功率 是等于VAB乘上I 那么这个电阻呢 它就把这个功率 就化作日耳功率 所谓的交耳功率 这个数字就是电阻气 产生成日耳功率 所以电阻气呢 它有两个功用 一个就是将电功率 转换成日耳功率 另外一个功用就是说 它如果有电流经过它 它会让这两端产生压降 这是它的两个功用 那么我们现在看电源的输出功率 就是电动式座的输出功率 那么我们看这是电动式座 那么这是它产生的非静电厂 非静电厂 它能够把正电荷堆积在这边 然后呢 如果你有外电路的话 这外电路没有化出来 外电路的话呢 那么这个电荷 堆积的电荷 正电荷会从这里 外电路 跑向低电位 于是就由电流开始产生了 那么我们上一次讲电动式座的时候呢 我们介绍了在这种状况 就是电动式输出功率的时候 那么它的端电压 是等于EMF电动式减的IR 你看这个时候它的端电压 它的端电压要比电动式来的小 对不对 那么我们把这个VAB 乘上经过这个电气的电流 这就变成功率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个功率代表什么意思 这里头的P呢 它是等于VAB 这是代表什么 这是代表啊 这个时候电源 是对电路的外电路输出功率 就是说它的 这个电源是对外电输出功率 输出功率 OK 输出功率的里面 这输出功率从哪里来的呢 当然是从这个地方来 Yi就是电动式乘电流 这个就是电动式 它的内能转换成为电能的功率 内能转换电能的功率 但是这个转换 内能转换成为电能 并没有完全的输出 它要扣掉一部分 这部分是什么 是内电阻产生的热功率 因为它有内电阻 它会消耗功率 所以它产生的电功率 内能产生的电功率 扣掉自己消耗的一部分 然后再输出到外面 这个我们要了解 再来我们就看 当电源没有电了 我们要用外电源 来充电的时候 就是它已经 这个EN已经不起作用了 那我们就把电流 从外电源输入 从这个A端 高电位的E端 输入到低电位 于是有电流 在这个地方流动 好我们上一次讲过 这个时候的VAB是等于 电动式加上IR 然后我们把这个乘上I 就变成电功率 对不对 这边也乘I 这边也乘I 这个地方是加的 这写错了 这是加的 这是加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看 这个式子说明 这是加的 这是加的 那么我们对这个式子 来做一个解释 那么这个P呢 是什么功率呢 是外界 把电功率输入到 这个电动式座里头 输入的原因就是 它要把电能 把它变成 它的化学能 内能 但是呢 这个是内能 它输入的电能 电功率 有没有完全变成内能的 就是变成化 就是由电能变成化学能的功率呢 并没有 因为啊 它本身有电阻 那么电阻呢 会消耗热 所以它这个输入的功率里面 消耗了一部分 剩下的 才把它变成 电动式座的内能功率 那么这个是 这种状况 这个就是我刚刚解释的 底下我们就介绍 直流电路 直流电路 电路啊 就是一个电荷能够在那个地方做循环运动的一个回路 那么直流电路里面呢 它是由电路的原件组成的一个电路的通路 那么这个电路的原件包括什么呢 包括电动式 电动式 还有电阻器 有电容器 还有电感器等等 如果电路上的电流 流动方向不改变 我们就称为这个是直流电流 这个时候的电路就称为直流电路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 电路最简单的一种就是串联电路 串联电路的特点就是 什么这一定要记住 什么叫串联 就是经过电路上所有原件的电流 是同一个电流 同一个 串联的电路有好多个原件串联在一起 对不对 那经过每一个原件的电流 都是同一个 那么这个叫串联电流 那现在我们拿一个例子来看 这个电路 它有好多个原件 像这个是电阻器 一长一短 这个电阻器 那这个是代表电阻 这是电动式 这个是代表电阻器 这是内阻 电动式做的内电阻 这个是电路 电动式以外的电阻 我们称为外电阻 这么多个原件串在一起 你看经过它的电流 都是同一个 都是同一个 这叫串联电路 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 串联电路的电流 跟电动式跟电阻的关系 是这个关系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用这个式子呢 我们用的时候 就是先 这个电流本来没有画出来的 我们现在目的就是要求这个电流是多少 好 那我们就先假设电流的方向 假设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那么这个电流呢 不是说你假设它什么方向 它就什么方向 不是啊 假设可能对了可能错了 如果你照这个式子算出来的电流是正值 那就表示你算的电流是对的 你假设的电流 正好跟事实是相符合 如果求出来是负的话呢 就表示你当初选择的方向啊 跟真正电流流动的方向相反 你选择完电流以后啊 选择完电流以后 那我们就把这个每一个元件 每一个元件它的直性 polarity把它画出来 什么叫polarity呢 就是说它电位比较高的一端 跟电位比较低的一端画出来 画polarity 像电动式座 它固定的 长的一端是高电位 短的一端是低电位 这是固定的 那么电阻器呢 它的正负端呢 就要看电流了 电流总是从电阻的正端流进去 从负端流出来 就是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 所以你看经过这个的电阻器 因为电流是这么流 对不对 所以这一端一定是正 这一端一定是负 那经过这个电阻 电流是这么流 所以这一端是正 这一端是负 等等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把polarity画出来以后 带到这个数字里面去 凡是电动式的方向 电动式的方向要记住 它是从负的到正的 从负的到正 负级到正级 电动式的方向跟电流相同的 我们就用正的 电动式的方向像这个 与电流的方向相反 我们就是用负的 负的 那么电阻呢 全部都是正的 就是电流乘上电阻 电流乘电阻 就是电阻全部都是加起来 就是了 就是电阻 2欧姆 3欧姆 1欧姆 2欧姆 加起来 好 请同学不要讲话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数字里头 2加3加1加2 这是8嘛 很快嘛 心算一下就知道是8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写呢 原因就是说 将来在电路里面 它好多好多个电阻 你要转一圈 有时候会转过头了 有时候转的还不到一圈 所以你的电阻会多一个 或者少一个 那多一个少一个 那这个答案就错了 所以我们呢 就把它一个一个写出来 然后你算算看 总共有几个电阻 这里有几项 如果项数跟电阻的个数都对了 那就表示对了 这是用来方便我们检测 以上是串联电阻的电流 很简单 再来呢 我们就说 电路上面 往往我们取两点 A点跟B点 A点跟B点 我们要问这两点的电位差是多少 电位差是多少 常常会求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求电位差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这个各位回去做西题啊 要严格的遵守这个规则 这就是规则问题 首先 电流已经求出来了 那我们就把所有原件的直性把它标示出来 标示好以后呢 即性标出来以后啊 我们就假设A点的电位叫VA B点的电位叫VB 好那你现在要求VAB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从VA 圆着这一条路 比如说从A到C到B 这是一条路 从A经过D 再到B也是一条路 我们圆这一条路来算它 电压的上升与下降的总量是多少 比如说我们从这里开始 我们圆A、C、B来看 这一点的电压是VA 电位是VA 然后走到这里以后呢 你看电位下降了 对不对 就好像走到这里有个台阶要下 这是18伏特 就减掉18伏特 可是这个电阻器 却有一个上升的电位 上升 所以我们就要加上一个电阻器的电位 这电压我们就用欧姆定位 I乘上R1 I乘上R1 这是加的 然后走到这里来 又一个向上的 要加一个 I乘上R2 然后就到B点了 对不对 就等于VB 就等于VB 就是A点 降低18伏特 升高 再升高这么多 就等于VB 于是我们从这里 把电流 电动式什么都带进去 都带进去 然后我们就得VA-VB 就是VAB 这一项拿过来就是14伏特 那就是说A点跟B点的电位差 是14伏特 但是要记住 我们求这个AB两点的电位 我们不能用一条路来决定 最好你是取两条以上的路 我们从A到B到B也算一遍 比如说VA 这个是VA 然后到这里有个降落 降落一个I乘上R1 再降落一个I乘上R2 然后再降落一个Ir2 就等于VB 这样子算出来的 它也是14伏特 两个都是14伏特 那就表示正确 往往我们取几条路来看 几条路的电位差都不一样 同样是VA-V 电位差不一样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那就是因为 你在算电流的时候算错了 电流算错了 这个结果就错 所以我们不要仅仅取一条 取两条 决定这个对了 那就保证我们前面所算的电流 也是正确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电路 这个电路 它有一个电动室 然后这个算是电动室的内电阻 我们把它画在外面 这是一个外电阻 然后这里有两个电阻并连 要算 要算什么 算经过每一个元件的电流 你看这个元件 这个元件跟这个元件 电流是同一个I 但是到这里以后 电流就分成两条路 一个是I2 一个是I3 所以我们要把I算出来 也要把I2 I3算出来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整体看起来 这个经过的元件的电流 并不是同一个 这里虽然同一个 但是到这里就不同了 所以这个它不是一个串延电路 不是串延电路的话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电阻并连 把它变成一个等效电阻 变成等效电阻以后 那其他的元件跟这个等效电阻 就构成一个串延电路 那个时候就可以用串延电路求电流的方法 所以我们先把这两个串联并连 R2跟R3并连以后 变成R equivalent prime RE prime 那么RE prime 那我们就用并连电流 等效电阻的导数等于每一个 等效电阻的导数等于每一个电阻导数之和 从这里我们可以算出来 等效电阻是两个欧姆 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这个 那现在不就是一个串延电路了吗 对不对 串延电路我们就可以用I等于sigmaE over sigmaR来做 我们先假设电流的方向 像只有一个电动式就不要假设了 那就是电动式是什么方向呢 我们电流就是什么方向啊 对不对 电动式是这个方向 所以电流一定是像这样子的 这个方向 它就等于12伏特 然后被所有的电阻加起来 看到没有啊 加起来 对不对 三个安培 那这个三个安培啊 是这个三个安培 也就是这个电流 但是不是这两个电流 所以 因为经过R1跟电动式 还有内电阻的电流是三个欧姆 那这两个电流要怎么办呢 这个电流都是三欧姆哦 好 现在我们说 这个电流到这里分成两条路 那我们根据分 根据这个科西合乎电流定律 那I2加I3 就是说 你 这两个是它分电流嘛 分电流加起来要等于总电流嘛 那就是三个欧姆 好 还有呢 这两个电阻是 病年 所以 这两个电阻 其两端的电压是相同的 同一个电压 所以呢 我们就有 I 乘上R2 要等于I I2乘R2 要等于I3 乘上R3 那我们现在把 I2带进去 好 那么我们就得I2 是等于 两个安培 I3是一个安培 那就是电阻比较小的 电流比较大 电阻比较大的 电流就比较小 好 现在我们介绍什么叫做open circuit 是断路 比如说我们这两个电阻器 病年在一起 电流从这里进来 然后就分成I1跟I2 然后到这边又合并成为I 从这个图里面呢 我们先说I等于I1加I2 还有就是I1乘上R1 等于I2乘R2 这就是病年了 这个是总电流等于分电流之合 解出这两个式子 这两个式子很重要 这个叫分流法 这个称为分流法 要记住 要常常用它 就是说两个电阻病年 那么经过这个电阻器 经过I1电阻的电流是什么呢 就是分母是R1加R2 但是分子呢 要乘R2 这个 经过这个的 其他都一样 就是分子要乘R1 这要 你常常去用它 这分流法 分流法 那现在啊 我们就把这个电阻 这条路 这个地方把它弄断了 变成断路 弄断了 弄断的地方就相当于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无限大的电阻 无限大的电阻 那么 所以 这一条路 就是I2 所过的这条路 它的总电阻就是R2 加上无限大 就是无限大 所以 整个这一条路的电阻呢 我们现在可以换成一个等效电阻 叫R2 它是无限大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用分流法带进去 I1 等于R1加R2' 现在用R2'了 经过I1的电流呢 就要成是R2' 这是无限大 对不对 无限大 那这个就等于 这个 R1在无限大旁边就 好像没有存在一样啊 这就是E来就等于I1 所以 全部的电流 都经过I1 就经过这个电阻 然后啊 这个电阻 这个电流 I2 等于 分母一样 分子呢 用R1 R1 你看这个 分母是无限大 你这是有限值 因此这个就变成0 那就说经过这条路的电流 就是0了 就是0了 OK 那 从这里 我们就说 那还有R2的这个分路 是断路的时候 电流不经过这个断路 而全部经过另一个分路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说这个R2啊 被断路了 OK 好 断路 什么叫short circuit 还是看这两个电阻器 我们还是看这个分流法 啊 啊 啊 当我们把这个R2啊 啊 拿掉 啊 这里 又一个理想的导线连接起来 就是它的电阻等于0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R2呢 被断路了 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去看看 好 短路了 I1 好 这个 I1是上面这个了 啊 I1 等于R2 over R1 叫R2 现在啊 R2变成0了 变成0 那这个就是0 所以I1就是0 那么 I2呢 啊 就变成I 那所以 短路的时候啊 所有的电流都经过短路 这个我们应该这么看 就假如我们有一个电阻 你只看有一个电阻 不要看这条路 电流从这里来 原来是这样子过来的 对不对 你现在把这里接一条路 短路 接一条路 短路 就像这样子 那所有电流呢 都从这个地方过去 而不经过这个 所以我们说这个R1呢 这个电阻器啊 就被短路了 OK 好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来看这个 比较复杂的电路 复杂的电路 我们以前看这个 看这个串联电路 它只有一个回路 对不对 那就一个回路 那现在像这个呢 它有两个回路 这个是回路 这个是回路 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大回路 三个回路 那我们前面所用的 串联电路的式子就不可以用了 那不可以用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克西和夫定律 克西和夫定律 它有两部分 一个叫做克西和夫电流定律 一个是克西和夫电压定律 我们介绍什么叫克西和夫的电流定律 它简写就是KCL C就代表Current的意思 L就是Long Kerchhoff's Current Law 叫克西和夫电流定律 我们这个电路上面 任何一点 我们都称它叫做节点 任何一点 但是这里有所谓的节点 是三叉路口以上的 它有三个路口 三叉路口 我们现在取这个三叉路口的节点 我们可以列出 所谓的克西和夫的电流定律 上叉路口以上的 怎么列呢 那就是说 像这个流出来的电流 总数要等于流进去的 那就是I2等于I1加I3 或者是这一条 你看流进去的两个 流进去的流出来的一个 也是I1加I3等于I2 那这个 列这个方程式 叫做克西和夫电流定律 但是三叉路口 如果有N个的话呢 你只能列出N前一个方程式 是独立的 你如果再列另外一个 那就不独立了 像这个 就两个三叉路口 你只能列一个 像这个I1加I3等于I2 你出来的当正 进去的当负 就是I1加I3等于2 这个路口呢 是进去的是I1I3 出来的I2 那就是I2等于 负I1 减在I3 跟这还是一样 这两个式子都一模一样 那只能用一个 对不对 所以有N个三叉路口以上的节点 我们只能列出 N前一个节点方程 所谓克系合乎的电压定律 那就是说像那个从A 圆这个地方走 然后B再回到A 这就是一个回路 从这里 转一圈又回到原来这个地方 像你 你从我们理学院这里 你从中间这个楼梯上去 不管你怎么走到四楼 然后从另外一个楼梯下来 又回到这里 那你总共升高跟下降的总数是一样嘛 对不对 一样嘛 那电压也是一样 你沿这一条路一直走 有下降的 有下降的 有上升的 那么下降的总和 要等于上升的总和 这个就是克系合乎的电压定律 OK 好 现在我们实际上来算一个例子 像这是一个简单的电路 它有三条路 AB 从A到B 从A到B 那这个电阻元件 这个是电动式元件 那现在我们要用什么 克系合乎电流 定律 计算电流 电路的电流 就这条路 电流多大 这条路电流多大 这条路的电流多大 还有CD2点 我们等一下 CD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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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位差是多少 还有计算 每一个电动式跟电阻 它的电功率是什么 OK 好 那现在我们就 我们一看这个 这不是串联电路 串联电路的话 就是经过的是同一个 经过每一个元件的电阻 是同一个 那我们就可以 用串联电路的公式来算 现在不是 不是我们就用克系合乎的电流 定律与电压定律 你看我们就选择三叉路口以上的 这个节点 然后假设电流的方向 假设 I1从这里来 从A出来 I3从A出来 我令I2是从这里进去 我这么假设 那它流到这里的时候 就变成进到B点 I3从这里进到B点 I2从这里 从B点出来 这三个电流先标示好 这是假设的 它真正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要等我们计算出来才知道 假设的电流以后 我们就看三叉路口只有两个 那我们怎么列一个 所以我们就选择 所以我们就选择一个 出来的 当正 进去的当负 进去的当正 出来的当负也可以 那么 就是说 这个是 I1加I3-I2等于0 或者是 I2-I1-I3等于0 那么 加加总是I1加I3等于I2 总是这个 那么现在 这个已经有了 这算是A式 但是我们有三个未知数 一定要有三个方程式 对不对 那现在另外两个方程式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用回路 利用科西科夫的电压定律 我们选择两个回路 比如说我们选这个 一 就是从 这个 逆支针方向的这个 弧线就是代表这一条 第一条 这个 圆到这一条路的 就是第二条回路 假设 通常我们都是假设 同一个方向 因为等于要 要看这个 你看这个列方程式 列方程式 列出来 你看 就是I1 从A点出发 I1到这里 有个电位降落 对不对 那就是负的I1 R1 然后碰到这里 又有一个 电动式的电位降落 就是负I1 然后到B点 在上 从这里到A点 有上针 上针一个I3 乘上R4 这怎么 怎么 奇怪 我昨天改的怎么 怎么 又是这样子 等于0 这是R4 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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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可以变成这样子 回路2 也是一样 我从A点开始 我从A点开始 I3 乘上R4 是下降的 然后 加上一个上升的 Y2 然后 这里是下降的 减到一个 I2 R2 等于0 是画成这个 你看 每一次 我们算的时候 都要跟着这个跑 对不对 你们做题目 当然没有问题了 没有起题 老师要改你的考卷的话 一百多个人 一下子这么转 一下子你们又这么转 一下子有的是逆时针 有的是顺时针 那我一跟这个转一转 跟那个转一转 5个就昏倒了 所以这个 最好就是统一 我们都是逆时针方向来做 是方便于改考卷 然后你从 就是B式跟C式 对不对 连在上面的A是解这三个式子 解出来I1是1A I2是2A I3是1A 你看都是正的 那就表示啊 你当初选择这三个电流的方向选对了 凑巧你选对了 如果有一个是负的呢 如果I2是负的 那就表示这个I2 真正的I2不是这个方向 是什么方向 反过来 记住 那现在我们要看 CD2点的电位差 那我们可以用CAD这条路来跑 CAD这条路 这里是VC 然后这里有个电位上升 上升多少 I1乘上R1 然后到了这里 这是理想到现在没有电阻 那就一直到这里 又一个上升 I2乘R2 然后就到了VD 到了D点 D点就是VD啊 那你就可以算出来 VCD等VC-VD 把这个字带进去 是-3伏特 -3伏特就表示说 C点的电位比D点要来的D 这一条路 我说过 不准 你要再取一条路 我们就 从这个经过C点到B点 再到D点 原来这条路 这是VC 然后下降一个Y1 然后到这里上升一个Y2等VD 算出来也是-3伏特 那就表示 你前面这个算对了 OK 那这两条路都正确 那就表示这电位差是正确的 好 再来我们要算什么呢 电动式 算电功率 我们先看电动式的电功率 有两个电动式 Y1 Y2 Y1 它两端 Y1的 这就是电动式的电功率 Y成RA 你就不管电流的方向 你先把它 三伏特程上 经过它的电流 Y1 Y1 等于三个瓦特 但是你现在要说明 这个电功率是什么功率 它实际上是什么呢 你看 电流是从正极进来负极出去 所以它是充电用的 充电用的 充电用的 那就表示 这个电功率 这个电动式在消耗功率 消耗 它本身 它把电能吸收了 变成化学能 变成内能 这个呢 Y2 成I2 你把这个值带进去 12瓦特 这个电流 是从负极进去 正极出来 也就是说电流是从正极出来负极进去了 这就是这个电动式在供应电流 供应电流 所以我们说这个电动式是供应 它供应这个整条路 它是供应于部分的电流 其实全部电流都说它供应 供应电功率 然后电阻的电功率 全部都是正的 都是加起来 I1乘 I平方R I平方R I1 R1 加上 I2 R2 加上 I3 R4 这又写错了 I3 R4 这应该是这个错才对 应该是这个写错了 那么我们把电功率算出来了 电功率算出来了 这个是消耗电功率 这个供应电功率 电阻也是消耗电功率 它把电功率变成日耳功率 那我们看看消耗的总功率是12瓦 供应的也是12瓦 所以我们看一个电路里面 它供需一定是平衡的 就是说 它供应12瓦 那你只能消耗12瓦 或者说 它消耗12瓦 你才要供应12瓦 那我们说 这两个到底哪一个正确 这好像说 一个是有求必应 一个是 看你需要多少 我就给你多少 量入为出 比如说有一个父亲很好 两个父亲 一个就是 有求必应 一个是量入为出 有求必应的很危险 你这个儿子 如果不争气 在外面赌博 一出就是千万多少亿 那你这个父亲 总有一天会上吊 对不对 那么如果量入为出的话 量入为出的话 那就说 我这个老爸一个月只赚几万块 你这个做儿子的 你用不能超过我所赚的钱 这个儿子也蛮好 就看他老爸 这个月赚十万 他就用十万 下个月赚十二万 他就用十二万 这当然比第一个好了 但是还是不怎么好 那就真正的这个电路 要记住 它是量入为出 所以你一定要控制好 控制好 让这个电路 它所需要的这个电功率 不会超出这个供应的电动势 所以你如果让里头有一个 一条路短路的话 比如说从A到B 这里还有一条路 如果让这条路短路呢 那所有的电流都从这条路过去了 那这个时候 电阻变得非常小 那么功率变得很大很大 那就可能会烧坏了 所以一个电路内的供应 始终维持供需平衡状态